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多打打电话 这个话的意思是少发微信 多打电话 对 是这样子 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然后会也比较多 就是发微信的时候 可能我回复没有那么及时 我觉得打电话 首先我能第一时间响应 感受也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声音的传递 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能第一时间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情绪 什么样的状态 有没有及时 朱睿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多的一个频率 大概是多少呢 你随时打电话 我能够随时响应 就是看你的需要吧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我工作的时候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我在忙 我在开户 我在工作 我会及时反馈给你 贵梦娇 男嘉宾你好 很多事情可能他有时候觉得 没有必要去给你打电话 他只是想找你说说闲话呀 然后给你发个表情包啊这种 但是就是很渴望得到你的回复 对呀 但是你由于工作的原因 又很忙的话 怎么去考虑他的这种情绪价值呢 就是我看到信息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其次呢就是我平时的我的工作时间 我会告诉他 我什么时间节点在工作 他们俩说得好 我都能理解 尤其是那个贵梦娇刚才说的 以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这种沟通交流方式呢 聊天 谈恋爱 大多用微信 你有的没得 你一句我一句的 一打电话 那准事要说事 对 就是我有个什么事了 我得跟你说 但他这个我也理解 我会告诉你 我这会开会 回不了那么及时 所以呢 什么时候打电话 什么时候发信息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 两个人要互相磨合的事情吗 是这样